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流人语原创 无人导 官方动态歌词版 Lyric Video 看眼 这幅画也好看 无流人语原创 嗯 我带她拨动还可以 城市在喧闹 灯火的味道 将生活浸泡 请向圈套上跳 方子的笑 也没人能懂你的洒脱 因为不一样与你所以就跳诚 对我来说 别人挣脱疼 痛就是自掌 何必去打扰 确实撒不了字很突破 眼去骨啊 四面的鸡 竟要怎么知道 去一颗 没人碰撞的孤岛 就这首歌旋律也很熟悉 我可不可以熟悉 在无人的 你躲开 卡起了 等一下 wait a second 先让她静一静 我等会许 这样子 我跟你讲啊 我刚刚听到 就这么听了几十秒 一分零九秒 刚刚我觉得很像那个天后 天后那首歌曲 我知道 就是一个台湾歌曲 你肯定听过 只是不了解 这旋律好 这旋律好 旋律很好听 但是很台湾 就是那种 哎呀我就跟你这样说嘛 你跟我说这个是 这个什么段位 差不多在王心凌这种水平线上的一个姑娘唱的一首 有点愁绪的歌曲 你跟我说孙燕姿的某首歌曲 就是回到那个时代点 那个时间点 年轻的孙燕姿 某张专辑里面的一首歌 我觉得也是ok的 但我不是在说她抄袭孙燕姿 挺清楚 我也不是要抄袭天后 对对对 只是就很像 对这种感觉就很雷同 然后就 不难听 很好听 但是就是 但目前还没什么大的记忆点 可能没到高潮吧 没到 没到高潮 好 在无人的前 看无人的美 在无人能谈 但比较的蔷薇 没无人的眼 是不是很像你啊 有点 有点 在无人的 不用人捍卫 嗚呼呼 嗚呼呼 嗚呼呼呼 嗚呼呼呼 恩 云上被嘲笑 难过被忘掉 冷漠的嘴角 中摇远 满了 烏龙潮中的只是模仿你 好让我叫出防备的道具 在无人的街 看无人的美 在无人的谈 蓝笔角的巧味 我无人的眼 亦无人的美 好在无人哪 我有任何味 在无人的眼 亦无人的美 好在无人哪 我有任何味 在无人的眼 亦无人的美 在无人哪 亦无人的美 那好想不吹 一个无人哪 全是我的疲惫 疲惫 我的体会 我的生命 你妈太认真了 好我说一下我的感受 我刚才为什么会掏出手机 或给你看这个东西 我先说一下 因为我在那搜 我是想看一下这首歌的创作背景 或者是怎么样的 然后我就搜了 输入了无人导 就在微博的搜索 然后立马就出现了一个关键词 叫做无人导 然后空格傻子 就是有人就觉得说这首歌 那个傻子很像 然后我刚才给他看 就讲真 我不是在说他抄袭傻子 首先听好 但是我说实际上 我中间我觉得 我速度的 我跟你讲是什么 我是觉得很好听 我要喜欢这首歌 对我的胃口 我照慣常 我是会喜欢这首歌的 但我内心又有一根弦意 在告诉我说 你好像不能放肆地喜欢这首歌 因为好像这首歌吧 跟其他的歌很像 就是那种 你们懂不懂那种感觉 就是我想要喜欢这个人 但这个人嘛 Be careful 这个人好像有点不值得你喜欢 我只是用这个人来指的这个曲 什么意思 就是 虽然没有实锤说这首歌在抄袭 或者怎么样 我就是觉得它跟别的歌很像 它不是一个 觉得哇 今天出了首新歌 然后我超级喜欢 这首歌太不好听了 然后我全心全意 投入去喜欢这首歌 我现在就总心里欠欠的 我就总觉得就好像 哎 到底跟那首歌很像 而且还挺catchy的 在无人的前 对 刚才那一下它那个 那一下那个尾音 往上跳嘛 我倒是很本能的 我就在想 这首歌的原唱不应该是 哪哪哪哪哪哪 对啊 往上跳嘛 但它那一首 哪哪哪哪哪哪 就一下子就 尚移了 在无人的前 我不能否认哈 真的可以像傻子 给我们的感觉 像 我后面觉得嘛 我不是说它抄袭 但它跟傻子的那个 模式是一模一样的 模式很像的 小段 小段高潮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 很像 真的很像 真的很像 放一下傻子嘛 放吗 放一下傻子啊 我们来听一下 哦 i never expected that 我根本没有想过 我根本没有想过 我就是觉得很像 某首歌 我真的没有感觉 我也没有使去说它抄袭哈 风格完全 几乎可以说是一模一样 就是那个制式套路 而且很台湾嘛 刚才这个歌 嗯 可以再哭 我 难道一生的世界 都用来放过你一个 不回 谁能真的让人 幸福到故事的结果 这段真的有个人像 也不需要明白 就让我这样到老 这个事情吧 就又让我联想到之前说蔡建雅那个事情 懂得 蔡建雅那个歌各种像吗 或者怎么样 不用我们不是 我们今天不是在那儿见别 我们也不是在那儿什么 哦 实存留人女这边抄心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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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你听起来哪儿 哪儿一样吗 只是感觉很像 但是我们说感觉很像 也不是在那儿说 他就是在抄袭 他就是怎么样 因为我觉得 我经常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我现在假如是个作曲家 我在那儿叽叽嘎嘎的做一首曲 我会不会和什么非洲 非洲某部族 人家出了一个曲子很像呢 我觉得世界这么大 有这种机缘巧合吧 而且 大家喜欢的音乐类型 其实就那几种 我讲真 人嘛 那个耳朵 就是这样讲嘛 你听一首歌 就那天我朋友还在问我 因为我很喜欢甜蜜真嘛 然后我朋友不是听完蔡依林之后 她就问我说 你不是特别喜欢甜蜜真吗 有没有甜蜜真 好听的歌你给我推荐一下 我说那你就直接去点那个 比如说网易音乐 从热度往下降一点点听 可能某首歌就会让你进去了 我说我要跟你说我最喜欢的 比如说我最喜欢的是那个 我的那个那个那个 你每次都忘了 独善 独善其身 我最喜欢这首歌 但这首歌如果说你 就是从来没有听过甜蜜真的 让她去听的话 不一定能 给的到那个点 所以说这怎么讲 就是我就觉得说 抄袭不抄袭 不在今天咱们讨论的这个范围内 但是大家喜欢的类型呢 还是有雷同的 那么也就是说 刘仁宇这首歌 暂且不表他和傻子 像不像啊或者怎么样 我是觉得啊 其实我讲真 如果刘仁宇嘛 就是做一个同类型的这种歌 比在她那个LRY之前出的话 我会更喜欢 嗯 这种风格一点 刘仁宇是可遇的 有点这种小于可为啊 对不对 而且还是创造 对对对 我反而觉得是 小许家莹 很没有那么夸张 对对对对 就是这种路线 很适合刘仁宇 我觉得就应该这样 而且这个嘛 这个歌字版嘛 做的我觉得都比她那个MV做的好看 对 它LRY那个MV 这个歌字版 唯一我想吵的 一个小小的槽点 就下面的那个海浪嘛 它有一个循环了之后 它会更 再接上去 就有点突破 最大的槽点就这个了 然后我还要觉得就是 我一直 我一直都是很相信潜意识的作用的 嗯 就是我相信 刘仁宇肯定是非常喜欢台湾芭蜡音乐的 就那种 我不能过 就是那种 你懂吧那一系列 我相信他肯定会非常喜欢 那当你听了一牵手之后 你脑子里真的会潜意识留下一些melody的 对对对对 对真的 它可能不是把它是摆成这样 我是非常相信这一点的 对 但是这个也很正常 对于创作人来说 你要学会创作 就跟写作文是一样的呀 你难道一来天生都会写作文吗 你不是先从模仿开始吗 对不对 然后才慢慢一点一点有自己的风格 我觉得这个 no problem 但是对于刘仁宇来说 这个是很好的开始 但如果 如果现在就有粉丝 看了很多还骂我嘛 但我没说 就这个歌嘛 还可以 这个歌还可以 嗯 so 还可以 真的还可以 真的还可以 但是就是 希望他能够 在无人的 什么街道 我打我 whatever 对对 ok 像他嘛 哦 还有为什么我们那么去关注melody 因为他歌词吧 你没办法去看画面了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看他装饭了 想去看他的歌词 对 为什么刚会对那个歌词 咯噔噔一下 对对对 他们那些歌词很奇怪 然后我刚才我在那 看这个的时候嘛 不是就跳转到什么知乎 然后大家就对他这种疑问说 哎 这有歌是不是个傻子很像 然后也有想问他 歌词也是怎么想的 对对对对 然后就那个人问超多的问题 然后刘仁宇也回答很多嘛 我就觉得他能回答那么多 那肯定是人家的歌词 就是自己原创的嘛 这也没问题 但是我还是会觉得 现在歌词啊 我讲真还蛮难 你要想出一首歌 那种歌词特别好的嘛 还真不容易 真难 真不容易 我们今天听蔡依林 难道就觉得她的歌词就百分之百好吗 其实也不然 有些词句我们还是觉得不好 因为毕竟歌词嘛 就跟写诗很像了 我们中国人应该都很明白 对吧 你花几百个字去讲一件事情 和你花几个字去讲一个事情 那个难度是不一样的 短篇故事一定比长篇故事难写 所以说这个我们都 就totally understand 非常理解 然后也希望流人语之后就是 创作干扰这条路加油 对 然后多一些吸收的东西 再去做输出 你创作不就是在输出吗 对不对 我希望你更多的去吸入这个东西 因为既然你已经有创作才华了 千万不要担心 你要去追时效 千万不要着急 不要急于去出作品 不要急于去想要在大家面前去抓住什么 其实最近嘛 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小的点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出过一个歌手叫做郭鼎 你没有听过是吧 但是最近我就发现 这个名字 其实我之前好像给你提过 就郭鼎呢就是之前也是唱那种芭蕾歌曲 就他之前我看他在QQ音乐上最早的那个榜子第一名 就是那种情情爱 就是我根本听两秒句拜拜的那种 但后来我就是听我朋友跟我分享他的什么 你把你的外套留在身相啊等等那一系列 就水星际里面的歌曲嘛 然后就觉得超级好听 就是那种歌词也写得好 学的也很好听 而这个人呢就是他出这个专辑 其实出专辑都出了一两年了 无人问津 但这段时间我真的发现好多UP主啊 或者是有一些什么 就是根本我不认识的一些人 我就很明显发现他们有在听他的歌 有在分享什么意思 好的作品是有足够的时间去发酵的 是有足够的时间让人认知认识的 包括说的逃跑计划 逃跑计划最出名的是一首歌 不就是夜空中最亮的星吗 那首歌刚出来的时候不到半年的时候 我的老师就特别喜欢 然后在我们学校就是给 在我们年会的时候给大家放 那个时候大家都没有听说过逃跑计划 就很小众 就只有一些就是小众歌手 对 他们喜欢那一类音乐的人 对对对对 就是聊什么谢天校啊 去讲这些东西 我跟你讲谢天校你都没有听过 对不对 就这一话的人才知道 结果不出 但是我老师他就说这首歌 一定在未来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面会爆红 果不其然这首歌呢被克鲁兹 好像是克鲁兹 我没有记错的话 那个车做了一个广告曲 然后再加上毛峰还是毛什么 就是这个主唱 他主唱他去参加了那个XFactory 有中国版 我不知道在中国叫什么 对对对 我知道那个 X元素嘛在中国版啊 然后他去参加了 其实那个节目就是福牢包 当年那么多选秀节目里面最糊的一个 但是那首歌就出圈了 有张提琳的嘛 好像是 反正就是那首歌就出圈了 然后那之后 基本上很多人就觉得逃跑计划全靠这首歌 来怎么怎么样 但其实对于我来说不是 我其实当时听完了夜空中最浪的信物 就觉得这首歌太好听了 我就听上了其他的歌 我真的 我有一段时间特别想把他们歌 放到自己的婚礼上 你知道吧 就是那种 就是和自己的过去的恋情告别 结果吧 你没有过去恋情 我没有过去恋情 那我们今天 OK 就跟观众告别吧 你不知道 你的这个什么结尾 这结尾很好啊 好的 那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我又觉得 嗯 跟我们素质三脸吧 那我就觉得 你们跟我素质三脸吧 有你怎么说话呢 拜拜呀 但是意思是这个意思 朋友们 别忘了动不您的小手指 点点下面的 就这样 嗯 OK 它就连了 就一直长蓝了 哎呦 我上厕所了 别锁了 哎呦 我上厕所了 哎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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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